做了N次肉粽了 从没写过日志 昨天在家又做了些 今天整理整理传上来 自己做的真材实料 吃得很放心又 大人孩子都很喜欢 做糕点食也需要 而且超级简单 自认为味道也不输于外卖的 大家不妨试一试 将瘦肉洗净切成小块 将肉和葱姜一起放进刀压锅 再放一小勺料酒和适量的开水 盖上锅盖煮30分左右 煮好后捞猪亮亮 冷却后用擀面杖导成绒状 锅内放点油滑一下锅 放进猪肉小火翻炒 放入13香 放入糖和盐继续小火翻炒 直到水分慢慢收干 猪肉纤维也变成根根分明 而且翻炒时听见莎莎的声音就可以关火了 放入熟黑芝麻 翻炒均匀 冷却后就可以装在保存了 消辣软火炒 如果此就好了 放入精不利 稍后